女學生穿著隔離衣 走出橋友大樓驚險逃生 媽媽接到電話趕到現場 競跟在女兒後面 看著孩子上救護車 才鬆一口氣 昌華百香果商旅是防疫旅館 多的是像女學生一樣 從國外返鄉的民眾 一起遭遇生死關頭 房間裡唯一的逃生出口 竟然還被廣告鐵架擋住 林先生的哥哥當下有多著急 只能打電話向家人求助 祈求消防隊趕快抵達 防疫旅館在大樓七到九樓 火警前大家乖乖待在房間內 根本不曉得樓下已經起火 沒有太多時間反應 更何況逃生 農煙快速往上竄 造成四人死亡二十人受傷 祝客倪先生被抬下來時 失去意識當下沒有呼吸心跳 一路踢他CPR 倪先生的弟弟跟在後面小跑步 即希望哥哥能有一線生機 但送醫後還是宣告不治 不幸過世的這四名死者 有三名都是防疫旅館的住客 其中還包含了救災殉職的 消防員陳志凡 他是彰化縣東區消防隊員 另外還有一位陳姓死者 五十九歲是台中東士人 他是達官部落的族人 本身是教會傳道士 再來就是三十四歲的倪姓住客 還有一位四十三歲的印尼籍女醫工 白香果商旅 總共住了三十三名檢疫民眾 扣掉沒有大愛的一名員工 還有八位住客 直接被送到其他家防疫旅館 其他二十名傷者 都統一收治在醫院的專責病房 TVBS新聞黃國軍陳志忠 羅衛星彰化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